其实说到工作 哪一国的上班族最认真呢 答案竟然就是台湾的上班族最认真 因为之前台湾上班族的工时 已经被证实是世界很长很长前几名的了 那根据一家网路人力银行的调查 现在大约有七成八的劳工 几乎都是上班打卡下班责任 叫做无偿的加班 那么这个其实有75%都是非自愿 要超时工作 毕竟没有人愿意 但是有超过一半 也就是有六成三的人 认为这样子的工作是会影响到健康的 甚至有一些过劳的倾向 像是资讯业 科技业 还有媒体产业的员工 就是被证实是最操劳的一群 上班打卡下班责任制 这是七成八台湾上班族的心酸 尤其是资讯科技以及媒体产业的员工 更是无偿加班的最大苦衷 摇饮料的吴先生本来是科技园区的工程师 但是不堪八点上班有时候要加班到午夜 身体发出警讯 因此转行卖饮料 公司都会有那种健康检查 我刚开始进去检查的时候 是都没有红字的 对 那从第二年开始 就是慢慢会有一些 就是超标的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 台湾上班族因加班太过频繁 而出健康问题的达到六成三 而非自愿加班制的更有七成三 又民众表示这样 其实非常不合法规 就我觉得一切都应该要照牢基法来 想要从加班解套 避免过牢 提高工作效率 寻找抒压管道 也是不二法门